火山爆發後第十二天 此一職工再次送來熱食 三百份的炒飯和炸餛飩 是收容中心裡難得的熱騰騰食物 不管它啦 你就炸多少 有多少炸多少 店裡的餛飩都炸完了 各地的愛心有物 物資堆滿了走道 原本兩百多人挤在一起的情景 也隨著收容中心翻移到學校 有較好的環境 這一家十九人就住在這一間教室裡 讓人小孩終於能夠好好休息 災民對志工的探訪都已經很熟悉 這次還帶來了造型氣球 看到現場有許多寶特瓶 鼓勵小朋友檢視回收來換氣球 整理了環境也把歡樂帶進來 大愛新聞知善美知公 吳慈田 瓜里馬拉報